呼克莲的梦想是成为大陆第一铁匠 他继承了哈沃德在普隆德拉的铁匠铺 希望可以将利用神之金属进行武器精炼的技术带给更多的冒险者 作为普隆德拉首席精炼师 呼克莲每次挥舞铁锤都有概率随机使自身的一件装备精炼等级提升一级 该效果提升的精炼等级可以突破加15 该效果会持续一段时间 因此在战斗过程中 呼克莲可以利用这一特性不断提高自身的装备精炼等级 特性达到4级后 呼克莲自身的物理防御和魔法防御不会被忽视 因此他的承伤能力会大幅提升 特性达到7级后 他的精炼攻击会得到一定的加成 输出能力大幅提升 破坏之锤是呼克莲的主要输出手段之一 挥舞铁锤攻击敌人的同时 有概率可以降低敌人的装备精炼等级 呼克莲最擅长应对不加任何性命的敌人 因为他可以轻易将其一身装备敲至白板 在呼克莲眼中 铁匠布的一切都可以成为他的武器 包括炙热的铁针 使用技能 呼克莲会将自己的铁针向前飞制 对敌人造成不俗的物理伤害 还有概率将敌人的武器精炼等级瞬间降至加三 进入专注模式后 呼克莲可以在一段时间内 连续使用破坏之锤对敌人的装备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高频率的挥舞铁锤 也能快速提升自身装备的精炼等级 幸运精炼是一个团队增益技能 呼克莲挥舞铁锤 提升自己以及所有队友的防具及投射的精炼等级 对于所有防具及投射已经加十五的目标 还会额外获得物伤减免和魔伤减免 在适当的时机使用这个技能 能可观地提升团队生存能力 工匠之星同样是一个在PVP战场中 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的技能 呼克莲挥舞铁锤将自己和一名队友钢铁化 获得物理伤害减免效果 并且保护装备和投射 不会被破坏和脱卸 擅长精炼的呼克莲同样擅长掌控熔炉的温度 当他大幅提升熔炉温度后 将有概率灼烧周围敌人 并能反弹火属性伤害 以及大幅提高自身的火属性攻击 在危急关头 呼克莲甚至可以锤炼自己的身体 突破极限 反败为胜 使用技能后 当呼克莲提升装备和饰品的精炼等级上线时 就能获得增伤和防御效果 当他对敌人的装备和饰品 造成精炼等级降低时 则能获得一次嘲讽效果 配合专注模式一起使用 控场效果不凡 因为火热熔炉可以大幅提升呼克莲的火属性攻击 因此PVE的配装思路将以火属性为核心 同时可以搭配物理技能增伤的装备 在PVP战场中 呼克莲主要负责辅助和骚扰敌人 因此 他的PVP出装思路 主要以提高生存能力为核心 以梦为宴 助就不灭匠星 作为一名兼具坦克和辅助能力的战士 呼克莲能够将自己的精炼技术融入战斗之中 带来出其不意的效果 继续